好来看到吉安乡人和社区发展协会在暑假的尾声举办了抓马夏令营同聚一项 邀请到了专业儿童剧团下乡来到吉安和社区小朋友一起来玩游戏学演戏 那么乡长尤淑珍表示吉安乡精彩乐活从0到120岁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在专业儿童剧团老师带领之下小朋友们开心的展开一连三天的儿童剧学习夏令营 这是人和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的抓马夏令营同聚一项活动 乡长尤淑珍表示吉安乡精彩乐活从0到120岁都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谢谢人和社区发展协会以及村长的用心 让我们共够0岁到120岁在吉安乐活的一个精彩 看到孩子认真学习 让夏季的暑期不留白 也让他们带来了在学校里面不一样的学习内容 也跳脱了课本的一个精彩 我们相信从志工的付出 从社区的智能开发 以及我们多元的学习 也看到吉安孩子的幸福 跟我们志工共构能力的一个创意跟崭新 吉安相公所要谢谢大家 为我们吉安的孩子共同推展 不一样创意的一个精彩 三天课程 剧团老师要从游戏中引导小朋友们 从编剧走位表演到完成一出儿童剧 过程中充满了欢乐笑声 我主要就是希望用戏剧课程的方式 去引导小朋友可以去表达自己 训练一下他们的语言还有一些肢体的发展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自己去编剧自己去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的内容也会 首先会先用一个绘本去引导 然后他们再用这个绘本的故事当中 去想说可以去发展其他属于他们自己的戏剧这样子 这场象力活动召集了四岁到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 来参加一连三天精彩课程内容 让孩子们有一个丰富又欢乐的暑假会议 居然相报道